皇儿 父皇 不动不动不动 不动 谢父皇不杀之恩 皇儿 父皇对不起你 父皇 你这是 皇儿 皇儿 你为什么非要走到这一步啊 父皇 儿臣现在后悔莫及 今后 儿臣悉心可命 忠心做人 来不及了 父皇 你 您这是 父皇决定 一切依法办事 父皇 儿臣向您保证 儿臣今后 血之为民 隐姓埋名 我绝不再惹事生非 那你犯的罪 有谁来承担呢 父皇 我现在这个样子难道 难道还不够吗 你应该明白 父皇不仅仅是你的叔叔 也是皇帝 我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都会完全按照我的意愿 我做错的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没能让你早一点明白这些 父皇 你留着我 我还能为您做许多事情 咱们朱家需要人呢 朱家现在需要 你去死 我 表弟 你听皇哥说句话 皇哥 父皇的决定 也有我的一份 父皇和我 昨夜都彻意未眠 我和父皇 都很难过 请皇哥原谅 好 我会把伯父接过来 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 对待他 请皇哥放心 父皇 父皇 这是 我父亲知道吗 还没告诉他 父皇 父皇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爱 这是父皇一生当中最难过的事情 是 谢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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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告陛下 朱老太爷求见 让他到大唐见王 是 他 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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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哥 不不 陛下 老哥 看在同祖同宗的份上 就饶了你侄子吧 陛下 我的好兄弟 咱们俩从小在一起那么多年 不是我帮你 就是你帮我 是不是 今儿老哥求你最后一次 你帮我一个忙 你下令处死我 让我死在皇儿前头 别让我看不下去 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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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仔细想过了 实在是没有两全的办法 我现在是皇帝 我现在是皇帝 凡事不能不从大处着想 可你已经饶了他了 你饶了他了 你为什么又反悔 你说话 你可算话不算话呀 哈哈哈哈 老哥 皇儿他这次犯的罪实在是太大了 他上一次贪污五百贯 我就是看老哥的面子上 屈法饶了他 为此朝中还有许多大臣 颇有为此 这一次他贪污十六万七千贯 他自己也知道 一旦时机败落 必死无疑 可是他还是要干 这孩子他自己在找死 你让我怎么拦得住呢 再饶他 我以后怎么继续成贪 这样下去 垮台会垮得很快的 我一旦垮了 我们朱家就全完了 我不管他犯了多大的罚 他是你侄子呀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杀不杀还不是你一句话 这话你就说得出口 伯父 你老别太难过 会伤身体的 父皇 不是不看在您的面子上 父皇做事从来果断 唯有此事 事关设计 绝无良策 冲霸 你不能让我这么活着 老哥早死早享福 你就下令吧 打倒砍死我 我求求你了 老哥 你说这个话 我怎么听得下去呀 我很想饶皇儿啊 长廷饶不了他 这个道理你不能不明白 我依然是快死的人了 你让我替皇儿死 我高高兴兴 你饶了他 老哥来世给你当牛当啊 我伺候你一辈子 我的好兄弟啊 六哥 六哥 你听我说 国法不同儿戏啊 皇儿他犯法 他必须自己承担啊 六哥 皇儿走了之后 你放心 你所有的生活 都有朝廷全部负责 可皇儿一死 我家就断了香火了 根儿都断了 我还活个什么劲啊 六哥 我想把楚王朱真过季给你当儿子 你看怎么样 不一样 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我只要还爱 那我就毫无办法了 六哥 我这个皇帝当得太难了 好兄弟 看在 看在那块 薄地的份上 你就饶了他吧 你 你一定要杀黄儿 那当初你把我请进宫里作寿 还送我那么些个礼物 你是不是就准备今天 那我不要你作寿 我也不要那些礼物行不行啊 我要儿子 刘鹤 朕已经下了决心了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重八对不起你 我只能这么做了 老哥 好兄弟 我最后求你一次 饶了黄儿 让我替他死 你又不答应 今儿我就死在这儿 老哥你千万别做假事把刀的放下 伯父 您别介意了 都别过来 走 好兄弟 好兄弟 你到底能不能答应 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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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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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哥明白了 我不为难你 你 你滑 不退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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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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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大家都看到了 我朱院长先杀了我朱家的人 今后要是有 贪官无力 已经查证 朱绝不饶恕